很多產業都是要 講難聽的是要拉人啊什麼的 可是我們這邊其實是不太用 那身邊的朋友包括家人 一開始都沒有認同這個工作 因為他們也不懂這個行業 直播也算是蠻後來才新奇的 那我做了一陣子 我給自己一年的時間 那我家人也是蠻嚴格的 一開始是希望我回家幫忙 那我這一年我蠻拼的 我就是每天我都在工作 我都跟我女朋友吵架 所以我每天都是下午一兩點就進公司 然後早上六七點才回家 聽到大概半年的時候 那時候收入就穩 我自己帶的主播 有些就會把我當哥哥 所以有些主播他在外面出車禍了 他第一時間是打給我 不是打給他家人 老闆我現在車禍 我現在人在什麼什麼地方 你可以來幫我嗎 我說你有打給爸爸嗎 他說沒有我先打給你的 那這時候我才想到說 原來我的存在這麼重要 我爸媽算是蠻開明的 不過他很介意我刺青 或是打耳洞啊 之類的這種都 在我們家是不行的 可是我就很喜歡挑戰 我爸媽的底線 那我也是我們家 第一個去打耳洞的 因為我哥哥姐姐嘛 他們都沒有人敢打耳洞 所以我是高中的時候 就去一次打三個 對 像我很喜歡花 所以我刺了兩朵花 就是在我左右手 兩朵花這樣子 對 只是我今天穿長袖 擋住 對這樣 那我背後還有刺翅膀 就是那種 那句成語怎麼講 對對對 展翅膏 對翅膀就是有展翅膏的那種 意境 所以我也很喜歡翅膀 跟工作可能也有關係 因為我們每天都要面對的是陌生人 就是可能主播會跟你來公司面試 或者主管來面試 那我們一定要打理好自己的形象 那你男生出門就是要刮鬍子 衣服服裝整體都要打扮 那代表公司的形象 鼻子 鼻子是我最在意的 因為我鼻子是 我是沒有三根 沒有三根 原本這邊是比較扁 但我的鼻骨中間 這邊又比較寬一點 可是雖然你跟我說 這邊比較寬是財富 可是我覺得 我覺得還是以整體的面向 我自己喜歡樣子為主啊 那我鼻翼這邊也比較寬 對 所以我就是 有手術有做鼻子 我在高雄法橋 給邱俊彥醫師做的 是我身邊朋友 也算是我們公司的人 然後叫成元 那他覺得我鼻子 做起來會很好看 對 然後結果我臉就缺個鼻子 他是這樣跟我講的 對 可是我自己本來就一直很想要 有三根 可是我之前我在台中 我有做過那個叫什麼 圍巾池 大概兩個多月 就全部消掉了 而且我補做了好幾次 我一年做了兩三次吧 對 可是都很快就消掉了 都代謝掉了 我也想要讓鼻子是持久的 我問能不能放假蹄 對 就是我不用自己開刀放肋骨 可是要說放肋骨的話 你對自己的身體 比較不會排斥 那其實我是一個很容易過敏的人 我鼻子也過敏 我也不能吃海鮮 那我又會尋麻症 對 所以我才醫師的 那如果我有這些過敏的症狀 那你就是做自體肋骨 比較安全 本身我就有下巴了 我的下巴是尖的 拍照也是啊 拍照很明顯就是很尖 身邊朋友都會跟我講太娘了 你下巴那麼尖 感覺好像什麼網美 那種感覺 那我想要讓自己看起來陽剛一點 就是說你下巴可以拉出來一點 那要稍微做寬一點 樹前到樹後 做完下巴 我都覺得沒有什麼感覺 這邊啦 因為這邊我是從裡面開刀 所以外面是沒有傷口的 所以其實很多朋友看不出來我有做下巴 大家好 我是法喬醫美診所總院長邱俊彥 以下是我們法喬的未降時間 請大家相約制卡